在今天確定了高雄市長陳菊 將代表民進黨角逐年底大高雄市長 而說到陳菊 大家第一個會想到的 就是他主持造勢晚會獨特的風格 不過陳菊他其實是宜蘭女兒 在黨外時期就投身民主運動 還在美麗島事件被逮捕 做了六年多的黑牢 也徹底改變了陳菊的一生 魂厚又高亢的嗓音超有磁性 就算遠遠聽到都可以知道 這就是陳菊 過去是民進黨各大造勢場合 主持人的博二人選 而陳菊的一生 比他的主持風格更傳奇 我們那時候那麼年輕 要面對死刑 那樣的一個壓力 歷經這樣的一個過程 大概會這樣 會讓你的生命 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從黨外時期就投身民主運動 1979年12月10號爆發美麗島事件 陳菊遭到逮捕 從死刑改判12年變成政治犯 歷經六年又80天的黑牢生涯 人權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我們之所以現階段 有很多人的努力 然後讓這一代更年輕的人 不必經過很辛苦的方式得到人群 美麗島事件徹底改變陳菊一生 出獄後他成了民進黨創黨小組成員 從此投入台灣民主人權運動 但是你不知道1950年出生的他 其實是宜蘭女兒 世信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後 攻讀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1991年當選國大代表 歷經勞委會主委一路做到高雄市長 成為台灣第一任女性直轄市長 在高雄市長任內邀請達賴訪台 成功舉辦試運會更是讓陳菊的聲勢如日中天 主要團結台灣一定會成功 因為我們欠修台灣母親 我們願意集會 牽出台灣國家的尊嚴 慷慨激昂國際場合不忘宣傳台灣主權 這回再替民進黨年底出征大高雄 勢必讓陳菊的政治生涯攀到最高峰 明星星晚起宋宏林綜合報導